車開到一半 車子尾端突然冒出 打輛黑煙司機緊急剎車 下車後第一個動作就是打開車門 讓乘客逃生 也許是受到驚嚇 第一名乘客下車時當場摔的一跤 後續下車的乘客也同樣驚慌失措 因為火燒車意外真的來得太突然 靠近一看遊覽車的車身後方 幾乎被大火給吞噬 就連馬路上還留有燃燒過的痕跡 消防人員互報後 乾淨抵達現場 消防人員合力使用強力水柱 噴水滅火才把火事給控制住 火燒車意外發生在南投路補香 二十四號早上八點多 四大遊覽車的旅遊團 準備前往陽灣步道登山践行 不過在途中第一台遊覽車 突然冒出黑煙 接著大火吞噬整台遊覽車 出煙啦 出煙 出煙之後 多幾乎兩分鐘就放起來了 我才叫他們滑的 坐坐滑 他們都吹冷氣 但他們都不知道 我去學校 我就趕快打門 請問 信耀車上的司機及旅客四十人 都有即時討生成功 後續遊覽車公司也派遣其他車輛 來接應原本的乘客繼續行程 至於起火原因為何 還需要火吞科來做進一步調查釐清 靜新聞 邱平宜 劉坤如採訪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